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美两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等就推动城市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八改委副主任张勇在会上表示 目前中国已经启动了42个省市的低碳试点 GDP占全国总量的60%左右 未来低碳试点将进一步扩大到100个城市 美国的部分州市也建立了温室气体配额交易市场 制定了零排放汽车的配额交易等政策 双方可以深化交流合作相互取长不断 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 是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背景下启动 旨在推动两国各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开始在这个领域加大投入 探索建立低碳型城市 我们对企业的碳进行资产管理 因为碳排放碳交易 那么排除的东西可能是有害的 但是一旦形成一个机制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资产 所以我们现在对企业进行了碳资产的管理 青海省海东市市委书记于从乐表示 海东市不仅在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方面 充分考虑低碳城市建设 同时还在村 镇 市三级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应用 将城市的分布式发电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 实际上我们大概念里头都归纳到了新型城市化 还有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这个大体系里头 我们都在捆绑一些项目 你比方说农村的污水 垃圾 这个问题